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书的名字叫 一颗坏种子 我是一个坏种子 一个很坏的种子 就是我 别的种子看见了我之后 他们说 看,那个种子很坏 当他们以为我没有听见的时候 他们就会悄悄地说 哦,那个坏种子过来了 但是,我可以听见他们 我的听力非常好 想知道我有多坏吗? 真的想知道吗? 让我来告诉你吧 我从来不把东西放回原处 我每一天都在迟到 我会讲很长的笑话 我从来不洗手 我也不洗脚 我会撒谎 在很多小的事情上面 我会撒谎 我每次都插对 每一次都插对 我会盯着别人看 我会向别人做鬼脸 而且,我从来不听别人说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一个坏种子 一个很坏的种子 我也没有办法 真的 其实我先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坏 我出生在一个 很好的向日葵上面 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种子到处都是 我们家里的人 每一天都在一起玩得很快乐 我们非常地接近彼此 有一天 花瓣掉下来了 我们的向日葵花也掉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在一个袋子里面 突然间很黑 然后 然后 有一个巨人 我以为我要死掉了 我开始喊叫 但是 它把我吐出来了 我在空中飞了很久 然后我掉在了地上 当我醒来的时候 外面很黑 我掉在了一块泡泡糖上面 我感觉还好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改变了 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种子 我变成了一个坏种子 一个很坏的种子 我开始不笑了 我开始与人隔绝 我慢慢的漂流着 我没有朋友 而且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坏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的人生没有目的 我住在一个伊拉罐里面 我也无所谓啊 因为他跟我很合适 直到有一天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我决定我不想再当一个坏种子了 我决定我要开心 当你已经坏了很久的时候 要做成一个好种子很难 但是我每一天都在很努力的变成一个好种子 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忘记听别人说话 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迟到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会讲话 我还是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同时也会说谢谢你 我也会说请你 然后我会微笑 我会帮人开门 不是每一天 但是有时候我会 有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感觉有一些坏的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心里面感觉还是很好的 我知道我可以一直不停的努力尝试 也许我并不是一个坏种子 诶诶诶快看是那个坏种子 没有啦它现在已经不坏了 我听见哦 讲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